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次次埋怨他 性格难以相处 明明离了婚 明明过不好 为何他们还要纠缠在一起 不选择分开 把日子过得如此痛苦又煎熬呢 他们都非常的厌恶对方 这就是不明白的一个东西所在 他们始终都会纠缠在一起去 说说的是累 观察员的感慨 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们两个到了这个年龄 还过不上自己的好生活 因为这样的选择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 谁也别怪谁 谁也别怨谁 调解员的建议 你们以为自己是夫妻命 我算了一下 你们是兄妹 又能否让吵闹了27年的两人 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平衡 过一个安静平和的晚年 我就想开开心心的 快快乐乐的过好我生下的这个每一天 纠缠不清的27年 我们共同关注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李先生和朱女士 我们还是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 就是他心有给 脾气有给 不要去外面乱找女人 这个什么事都没有 一心一意对我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反正我这么年纪了 三分之二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我剩下的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日子 我就想开开心心地 快快乐乐地 过好我剩下的这个每一天 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在一起的话 可以说是每天吵一次 女人的话 唠哩唠叨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像她这种唠哩唠叨的 有点过分 所以你认为让你们吵架或者让你们不开心 其中一个原因是跟她的性格也有关系 是吗 对 你看她不管怎么样 她是给不了的 如果在一起的话 是你给不了 不是我给不了 成年就是每天都提 每个小时都会提 这次希望能彻底 两个人彻底地分开 朱女士要求身旁的李先生能一心一意对自己 但是李先生却提出要和朱女士彻底分开 他告诉我们 在外人眼里 她们好像还是夫妻 但早在94年 她和朱女士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27年来 她们一直都是离婚不离家的状态 可是提到当初为什么离婚 朱女士是易难平 气难消 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我穷头到尾说 她在家里 交到一个女的 她电话打到家里来了 后来李先生就是因为这个事 我说你爱我 就要好好珍惜我 要拜我当老婆看待 那当时这个离婚是 别在外面走 当时这个离婚是谁提出来的 是她 也是她 为什么是她提出来的 没有想过 一位孩子 一位这个家 我是说不要跟人家看笑 把两个人吵得不得开架 我就出去外面打工 为了淘淘气 我就去帮人家带小孩 那个小孩就没有妈妈 她就爸爸要去外面做生意 后来回来 我就带小孩回来 她还说要我去死怎么怎么 又不是我做错了 她也不道歉 不道歉 还不认错 她说是我先出会上 根本就没有 一件遗迹都没有 是多心造成的事 这意思吗 她是 这几十年都是这样 我都是这样跟她这样过日子 都是无中生意 她用这种方式 抱 走两天 带着个小孩来提个包 那个包里面 当时她在图房里做坏 我就开了 打开看一下 里面有了男的内衣 都在里面 还带个小孩 那个小孩大概七八岁 当时立下我就把那个小孩子叫到外面 我问她 我说你是哪里的 她就一无一失地跟我说了 说了 我就记下来了 她回来的当天呢 她吃了中饭 她就带着那小孩子咋了 我就让她走 我也没有阻止她 第二天我就坐公交车 直接坐到那个男的家里去 她再来 她在那边住了 狼心你是 明明她自己呀 说我 做得太过费了 把她拉回来 第一个 你确定是在感情上 有了背叛的行为 确定 她那个单身上根本没有钱 吃她的钱 穷得要死 但是她刚才讲了 她是在帮别人带孩子 她住在那儿就很正常 她就这样说 她是带孩子嘛 那个女人 你这个不要条件 她用钱 都是用她的 她全部都说王 她既然帮别人 全部都说王 全部都说王 连连喊冤 虽然在主持人的安排下 她又回到了座位 但还是气愤难当 明明她自己呀 说我 她都承认了 她说我 要说实话 我早就说你要说实话 她觉得 李先生是恶人先告状 但不管当时到底是谁的感情 出了问题 两人还是把婚给离了 但离又没离彻底 过起了离婚不离家的生活 共同抚养和照顾 他们年幼的两个孩子 在朱女士心里 离婚之后的生活和离婚之前 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李先生还是她的丈夫 她没有意识到 情感和生活中潜在的危机 直到2015年 两人爆发了一次大战 朱女士遭遇了离婚后的 第一次情感重创 我跟她去打工 她整天去外面聊天 聊天 她说我偷看 她聊天 我说我不知道 她来往上找女人 我不知道 出来就拉脚 等我一脚 我就走 从我儿子那里去 她就打一个电话来 我们分开吧 分手吧 不要到一起 我就知道 天天就聊天 求着找女人 我说洗五度不冷我去 我就去 我就搞个明白 走到那里去 出自房那里 没有人 那个老板跟我讲 你头一天走 头一天一个床头 都出来了 每次都是这样背叛你 她把那个时间颠倒过来 从15年来 她就是 下半年来 每天都是这么说 你这种男人外面多得狠 你随时走 我随时可以到外面就走 多得不得了 她每天都是这样说 一个人的忍耐心 是有限度的 那一天说的我真的受不了 我说你也去找吧 你要走 你去找 我又不阻拦你 她那天她就 因吵架 走了 她提拔走了 平时我根本就没找 走了以后 我就开始到网上找了 那个时候我就想 特地跟她混开 那你的意思就是 从94年到2015年 这个中间期间 你们没有因为 我从来没有这种想过去找 15年以前的生活状态 就是基本上 一些家务小事情 潮潮烂烂的 正常的生活中的小矛盾 对 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 我要早跟我女儿也说了 说清楚了 我女儿都同意 我两个人不要在一起 没办法在一起 差不多20天左右吧 她就打电话回来 因为老乡很多 她问到了我的问题 问到了 她就回来了 我就知道她回来了 我两个人就搬走了 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她那个时候她痛苦 那个时候确实是很痛苦 她打电话给我 我没有理她 不是这样 因为我找了 我就铁了心了 不要她了 跟那个女儿在一起 半年 担动的 半年我就 好像是胆气时 回家了 动手术了 那个女的就一直在那边等 我说我把自己的手术 做完了以后 身体恢复了 我马上就过来了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我女儿跟她 还有我儿媳妇 都打电话 直接威胁这个女的 不允许我跟她在一起 她还是想要我两个人和好 不能把这个家散了 就这样散了 那个时候受到那个 儿子女儿 儿媳妇的这种 沉沉压力 说句实话还是破云压力 所以我还是回来的 不是这样的 我在那里装扮 我就把工资结了 我就想走 她就追过来 我们一起走 我一起走 你不就跟那个女的了 说你约我干嘛 她说要去回家 我去做手术 我去做手术去做了 我的心就又乱下来了 全部拉已经出来 全部我拉出来的 那个时候是回来做手术 那一次是她 是她照顾我 照顾她 又说这样不好 那样不好 有了找我的麻烦 那段时间 你心里知道 她已经决定离开你了吗 我知道她离开我 我要彻底地放下了 明知李先生已经开始了新恋情 朱女士还是不管不顾的 去照顾生病的李先生 可她没想到 李先生病好了之后 却把她一脚给踹开 然后继续和别的女人谈情说爱 这让朱女士的心里感到很不平衡 心酸委屈 就像藤蔓一样 在她的心里蔓延 我就说我从这个日子要不要过 你不放过 你海里哪里不放过我 这里不真心我 你为什么这样伤害我 背叛我 总是这样背叛我 伤害我 你自私一变 好好珍惜我 我家里吃了多少苦 有时候一块钱当家 两块钱当家 那个时候 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一个女士那么大 就啃草啊 种地啊 种田啊 她就没空上 晚上睡觉都忘了 她回来了就好 平安就回来就好 都是哭 回来了就高兴 没回来 总是睡不着 她这样对我 我对她多好啊 你为什么还没有想过 彻底分开呢 不是 我就这样说 我是这么多年纪 把一个家产散了 也不好 对人也不好 我就这样说 我眼睛都哭瞎了 都是睡在床上 眼睛就临枕头 朱女士崩溃了 她的情绪 影响到了 她们的一双儿女 在得知父母的情况之后 儿女们 看不下去了 我女儿就打电话骂她 你不要骚了我妈 你不远一点 就骂了她 跟我女儿 吵了好多架 我女儿的日子后来 不管她 把她打得黑名单 几年都没跟她交通 干脆 通通拉黑吧 我不说话了 李先生和儿女们决裂了 但女友 却因为儿女的介入 在没多久之后 向李先生提了分手 而此时 伤心欲绝的朱女士 也决定开启新生活 没想到 却遭到了李先生的阻拦 试过又试过 要是拿着我日子 拿着买菜 拿着一起玩的人 他就说 你老公不来的 我没有老公 拿着留老公 你没有老公 没有老公 我帮你找一个 这样找一个 我看一下不合适 都没有试一试是吗 没有 到我手机上 做手交 打电话录音 全部她 她知道你要去找 她就 我你的手机位置 我不翻得我困 不翻得我听 你为什么老出来 翻我的手机 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都找到你的目标 找到你的目标 我就公开的 你没有权利关上我 她就这样 意思就是这个样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吗 李先生 肯定是这个意思 她去找别人 你干嘛要去动她的手机 翻这些内容 这无赖的情况下 我只有这样 因为我这个 不要狡辩 不像她那样说 说起无中三有的话 我是说不出来的 有几年的时候 她就有打 这是没有合适的 有合适的估计 也不是 不是导过一两次 她说她身软 她那就是导不到 导不到合适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 人家难方看不住 我有更好的选择 但是没有办法去做 说现在吧 现在她那个 也是这个嘴巴说的 总是说的 你把人气得受不了 没办法 因为那个手机本身就是我的 我给她的 那个手机上面 你打电话并告日子 是我日子的 又是她的 我日子的 有下的一个信息跟踪器 打电话都会传输到我的手机上面来 这是无赖之下 没有办法 因为无中三有的事情 我说不来 没有正确的事 我也不说 你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想以事实为干净 在控制她 为什么要控制她 因为她总是这样子说 无中三有说我在外面找你 其实我有找 没错 你是说我还击的意思吗 最终一百够 不想让她找别人这种 没有 一点这种想法都没有 找一个可以回击她的武器而已 主要就是她 在无中三有说我的事 我就拿了我的这个帖子证据 报告放给她 那我换一个角度 如果她去找别的人 再重新找个老伴 你可以接受吗 她怎么样找 我成了不反对 难接受 所以在感情上 你早就放弃了是吗 早就放弃了 没有这种感情 虽然李先生一再强调 他对朱女士早就没了感情 之所以在朱女士的手机上 装信息跟踪器 是为了抓住把柄 好堵住朱女士的嘴 让她不要再随意 给自己泼脏水 可是她的行为 却被朱女士解读为 是一种在乎 因此在李先生 开启第二段恋情之后 她又开始抓狂了 这让李先生感到十分无奈 16年回来的 在家里做乐队 我喜欢这个吹这个唱 第一年 她那个是她集团的 那个女的退出 到她家我们这个乐队 我们两三年就是跟她 很好 有共同的女年 什么事情没发生过 我这去年 到我女儿家里过年 我女儿邀请我 一定过去过年 诚实地要求 叫我一定要跟她过去过年 到她家里去 到了 就来到她 在我女儿家里也是草 草的不可以叫 她还没放下的意思吗 她不停嘴呀 什么东西都是出口 就是骂人 说到我这个 带女人回家 你去外面找女人 到处找女人 是没有的事情 我这一生就是这两个 在我女儿家里呢 在我女儿家里 我女儿逼过她 写了一份协议 协议 写了一份协议 写什么协议 两个人不能随先讨 随进身出户 就是不能提过去的 你不是都已经决定 各自过各自生活了吗 那就是在我女儿家里的 这段时间 那没有 为什么呀 那我女儿就是巴不得 我两个人不要散了 她就不想我两个人散 我希望她能改 我以为那天 我女儿写了这份协议以后 能改 你就有很轻易地放下 你认为挺合得来的 那个新的对象了 我可以放下 因为我是朋友之间的 也没有 还没发展到那一步 是这意思吗 对 朋友之间 为什么待在家里了 什么意思都做一个 一个很好的搭档 那个我们带回去 她的故事 这个是山东的 这个我们是没有 我们在一起做乐队的 那是很正常 很普通 是出于什么 又决定签这个协议 又决定重新过日子了呢 基于什么 你又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就是听女儿的话 这个女儿逼着 这样的 又是来自孩子们的压力 才是这样 你心里对于她 在外面去找谁了 你心里已经放下了 你并不介意了 让她就找了 没有用 反正我三十多年 她身边没过过 一天好日子 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我狠透了 我狠透了 她这个时候找别人 对于你来说 已经无所谓了 是这个态度吗 现在这种男人要孤单 她的亲戚压制 我这个亲戚压制 这个男人要孤单 朱女士一再强调 她已经放下 与李先生签和好协议 完全是迫于女儿的压力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他们之间纠缠了这么多年 还无法分开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 儿女的缘故吗 我们决定连线两人的女儿 听听她的看法 是小李吗 对对 爸爸妈妈上场呢 讲了很多 这几十年 他们的来来往往 之间的恩恩怨怨 首先我想问一下 就是他们讲到 不久前 你让他们两个人 签了一份协议 这个协议其实 是出于什么想法的呢 他们两个 就是我妈妈 有个坏习惯嘛 就喜欢提过去的事 只要一提 哪怕是这么大的小事 他们两个 立马就会吵架 然后我就让我妈 签了一个协议 不准再提以前的事 再提以前的事 就不准再进这个家门 实际上我妈 她不认识字 知道吧 所以我帮她随便 写一写 就是吓服她的 我的目的是 过去的事就不停了 我们把以后的日子过好 好 那就是这个 以后的日子过好 在小李心里 就是什么样的情形 才叫过好呢 写这个协议之前 也是有前提 你知道吧 因为我跟他们沟通过 因为他们都在 我老公也在 我们家人都在 我就问过她 这个日子 你们俩还过 还是不过 让他们自己做选择 对 我前提是让她 自己做选择的 他们两个是选择 继续在一起过 然后才写了这个协议 那这我就想问一下 他们俩适合 在一起过吗 小李你怎么写 因为他们两个 三十几年了 我特别无语 知道吗 因为 好言乡圈也说过嘛 之后 包括是我去威胁他们 也说过 都没有用 就软硬坚持 都不行 之后我就劝他们分开 我说你们就分开 然后分开 我把我妈也接到程度 来玩了一段时间 他们两个 晚上三四点钟 打电话都会对骂 就是打电话 然后在电话里面对骂 说说都是累 真的太无语了 然后我说 你们两个分开这么远 一个在成都 一个在江西 你都能吵架 还要这样 在电话里面 而且是三更半夜 对 我都既然打算分开了 就不要再联系了 我们觉得 为什么这几十年 他们都做不到 彻底的分开 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我不明白的 一个东西所在 就是我爸 他说他不喜欢我妈 是不是 我说可以 不喜欢 你另外去找 你找个你喜欢的 你过你的 我支持 对 你去过你的幸福日子 我妈跟着我一起过 以后你们就没有关系了 你们俩都幸福了 他们始终都会纠缠在一起去 从他们嘴巴里面说出来的是 他们都非常的厌恶对方 我问我妈 我说如果他重新去找 我说 你有没有什么要求 他就是说 反正我辛辛苦苦 我修着房子 不能让别的女人住 还有一点就是 我爸他想找 他也没有彻底的去找一个 找到半中央 或者是对方人家怎么样了 他又回头来找我妈 就是在一起吵吵了呢 他以前找过一次女的 他说那个女的脾气很好 从那不跟他吵架 我说行嘛 你也吵了几十年了 没过过一天幸福日子 我说你终于找到一个了 包容你的了 我说那你们俩就在一起吧 就这样子 跟他说过这个话 所以这些年来 你看到你爸爸是 走也走的不够坚定 回来也回来的不够坚定 是这个意思吗 是 他的不坚定 就会影响到你妈妈的情绪 是吗 对对对 当着我妈妈的面 给别的女孩子发信息啊 打电话呀 说那些宝贝什么之类的 然后有爸爸 他总是会有意无意的 让我妈知道 我就跟那个人联系 我妈妈那个人 有个那种心态 怎么说呢 他就是怀疑这个人 他在私底下 他就会悄悄地偷听啊 或者是 这种行为也有 就这种 然后他就会抓到了 一些那种证据什么的 他就跟我讲 明白明白 这个就互相导致了 互相影响 我就是想让他们 以家为重 以儿女为重 如果你天天选择吵架 不要这个家 不要儿女的话 可以 那你就走 说明这个儿女啊 家在心目中 都没有地位了 其实我这个意思 也就是不希望 他们有这种想法 就是离开对方的想法 明白明白 就是说了很多严苛的条件 就是吓得他 不敢离开 就是这个意思 慢慢你不提过去的事情 今天比如说 你以前天天吵 变成三天吵 又变成十天吵 慢慢在一个循序 渐渐的过程 你觉得他们能做得到吗 做不到 女儿小李希望两人能和平相处 却也直言 他们做不到 虽然他们离婚至今有二十七年 但谁都没有真正地从心理上 与对方有过正式的分离 所以才纠纠缠缠 把日子过得既苦又累 还让儿女们也不省心 那么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能否支支招 把他们从这种 胶着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让他们全家都过上 和谐安宁的日子呢 在和女儿小李聊完之后 老师们纷纷拿起了话筒 朱女士 我知道你很苦 朱女士 你也很苦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此的辛苦付出 如此的忍辱负重 但是为什么你的婚姻生活 你的感情生活 只能够善始却不能善终呢 我的心有这么甚 我又为了这个家 其实你是根本不接受 离婚这个事实的 即便真实地离了婚 你的心态依然是置身在婚内 你依然认定 离婚不离家 就是没有离 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 我不知道 对呀 而且我告诉你 离婚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丧失了很多权力 而她却拥有了很多自由 可是你拒绝接受 她每次都说 我跟你离老夫人 我七十个八个 不管你的事 所以我看出来 你是个有很多不甘心的一个女人 你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你就用很多的一些猜疑啊 指责啊 唠叨啊 翻旧账啊 咒骂呀 就覆盖了你所有的付出 朱女士 一个女人凭什么得到男人的爱 那就是从好好的听别人说话开始 学会说好话开始 你看几十年的婚姻生活 或者说不清不楚的 这样的一个撕扯 我感觉你根本就不会笑了 你明明想得到这个男人的心 你想把他拉近 但是你却用一些冷嘲热讽 一些歇斯底里一些大声咒骂 反而把这个男人给推远了 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 如果今天你意识到 我也可能确实存在一些不足的话 你从改变自己做起好了 做好自己 活出自己 这恐怕是你 更重要的 也是更应当的选择 朱女士跟李先生 94年离婚之后 你们基本上还算是在一个 以夫妻名义 一个共同生活的状态 也可以说是一个 存在一个事实的一个婚姻状况 但是在我们法律上的认定 这个只是一个同居关系 我们婚姻法是规定 离婚之后 如果你们还有这种想继续过夫妻生活的话 是应当复婚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离婚之后 我们的身份关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离婚之后你们确实可以各自去找各自的伴侣 结婚也好 或者说谈恋爱也好 这些都是你们的自由 但是你们在选择离婚之后 却没有彻底的断干净 离婚不离家的风险就是 在你不离家的状态中 你可能涉嫌重婚 也就是说在你们夫妻 离婚之后的同居状态情况下 例如李先生找了一个登基结婚的 但是还跟中女士这边保持一个这种同居关系 那么就可能涉嫌重婚罪 而且你的财产分割 财产的债权债务也很可能不受到法律的保护 我们建议如果能够做个了断 就把你们的财产进行一个明确分割 那么在同居关系期间 你们的财产的问题 如果是因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一些债权债务 那么一般是按照共同处理的 所以说你们如果说要达成协议 希望你们还是认认真真的 去把你们之间的矛盾化解之后 能够心平气和 把你们想到的身份关系 以及你们的财产关系 进行一个明确的处理 李先生和朱女士 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刚刚主持人和二位的孩子 也就是女儿连线的时候 问过女儿 为什么你们两个分不开 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 人和人的关系 如果分不开的话 那证明什么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有一个钩子 这个钩子能够彼此勾住对方 如果说你们中间的钩子 是爱就明显的不合适 在你们两个中间只有争吵 按理来说如果天天吵架 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很不舒服的 可是二位还在一起这么久 那这个钩子到底是什么 与其说是所谓的感情 不如说是刚需 你们的刚需是为了自己 朱女士自己也说了一句话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哪那么好找 她即便脱离这段关系 她也很难再去寻找下一段的亲密关系 她可能内心更渴望的是 在别人的眼中 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这些东西会让我走出去 不至于颜面扫地 对她来说 这就是她的刚需 我需要有一个 被大家看到的 还算完整的家庭 那对于我们李先生来说 刚需是什么 到了这个年龄 我需要有一个人 在我生病的时候 或者在我有一些生活的困难 和需要的时候 他能够伸出手来帮我一把 这是我们李先生的刚需 但是李先生 你恰恰又不是一个 仅仅着重于刚需的人 为什么呢 你看 你说你喜欢玩音乐 对不对 而且在你的很多表述里 其实你的用词还是比较谨慎的 也是比较文雅的 你是一个其实对感情生活 对精神世界有要求的人 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 说我只要一亩地来三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你不是这样的 你很多时候 其实是一直在寻找一个 能够让你精神上得到愉悦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是没有出现过 可是他即便出现了 他依旧抵不过现实的时候 你生病了 有一个人能够无微不至地来照顾你 而且任你使坏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朱女士 所以这是你的刚需 在你们两个都有刚需的前提下 坏关系也好过没关系 你们对现在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 其实你们两个在某种意义上 是达成了共识的 所以你们这样不明不白的关系 才能继续这么多年 从94年开始离婚 两个人共同来策划了这27年的不明不白 谁也别怪谁 谁也别怨谁 因为你们两个 在始终这27年里 都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所以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们两个到了这个年龄 还过不上自己的好生活 因为这样的选择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 我不看好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刚才去帮你们算了一下命 你们以为自己是夫妻命 我算了一下 你们是兄妹命 第一 你们已经试了几十年 综合你们各种条件 你们俩作为夫妻可能处在一块 第二 你们又希望处在一块 为什么呢 因为儿女需要一个家 你们也需要一个家 以及你们全家人很希望 大家不要看笑话 所以我的意思 你们还是一家人 但不要把对方当夫妻 将来的日子还能往前走 你们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了 因为现在两位的年龄 就到这个点 相对而言 所以我刚才才开玩笑说 帮你们算命 你们是兄妹 而不是夫妻 反正现在你们也离婚多年 你们的子女们需要的是和谐 你们俩需要的是伴 需要的是家 把这个关系重新定位一下 是怎么想的 还这么大 有道理 说的有道理 因为我觉得你看人家朱女 朱女士是没读过书 所以很多事情她真没办法 她控制不了 包括自己的脾气 你先生呢 其实身处一个什么状态呢 又想要爱这个家 心又放不进这个家 为什么 毕竟是过日子 但是毕竟你们折腾了这么多年 子女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家保全 但刚好你们现在也离了婚 那这个家要保全的办法 其实就是把你们的关系变一下 不然的话后患不求 如果你们能相敬如兄妹 其实这个日子还能过 你在外面去谈谈恋爱 心慢慢放松下来 说不定慢慢地 由于适应了这个关系 最后能接受新的关系 一定要有一个关系的重组 不然的话就永远保持对抗和撕裂 你们这几十年过了啥日子啊 太辛苦了 命运让你们的缘分如此贴近 但是未必能让你们的心贴近 那怎么办 换一种关系 调取员胡建云 建议双方从夫妻关系的状态中 跳脱出来 用分取代真正的和 不是和在一起的和 而是和气的和 既然做夫妻做的这样辛苦 不如换一种身份 换一种心态去相处 那么他们能领会调解员的意图 做出调整和改变吗 密室环齐 廖喜玉和吴玉两位老师决定 与他们再好好聊一聊 你以为以前你觉得 我虽然离婚了 但你还是我老公 你跟别人聊天也好 你找个女的也好 或者我发现了你手机里 你什么东西也好 你就被抓狂对吧 你现在不是夫妻 她真的是自由人 你们也是相互的 是自愿办理离婚的 对吧 廖喜玉老师 劝慰朱女士 要调整好心态 不要再把李先生 当成是丈夫 想要把以后的日子过好 首先要从情感上 把自己和李先生 剥离开来 孩子们有个完整的家 你们两个也和谐了 这个家也和谐了 你们两个 再也没有那么多的 紫折呀打呀 闹啊草啊 这个这个这个 你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你觉得你能走得出来吗 走得出来 愿意接受 那就是和睦相处 知道吧 朱女士爽快地接受了 她表示 这么多年来 之所以放不下 是因为在这段关系里 她始终都没有等到李先生的 一句歉意和悔过 我可能想到我自己的以前的一切 这个危机 障害被动 我以前在家里都是一个人哭 知道我心里来了 没有什么人 原来会理解你 是啊 没有人理解我 他不会说 我对不起你啊 我以后好对你啊 我改呀 没有说过 从来没有说过 从来没有人 你说他他就打 骂就是这些 所以你也慢慢的变得 我就越来越 越来越很刚硬啊 是吧 显然不管是当年的离婚 还是李先生的暴力行为 对朱女士而言 都是难以磨灭的伤痛 而恰好另一边 吴韵老师也正和李先生 提到了这一点 你今天一定要表达出 这个对自己的动手行为的 后悔和歉意 你一定要表达 因为这个错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第二 表达出对她的感谢 因为你知道她为这个家 付出了很多 对你也是有情有义的 第三 表达出你鲜明的态度 就是我们从此以后 就各自生活好自己 那我 听闻吴韵老师的话 李先生频频点头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给朱女士造成了伤害 愿意就此向朱女士 表达自己的歉意 但与此同时 他也坚定了分开的决心 对此 李先生 针对今后如何相处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分开以后打算是这样 她到家里 我就去我女儿那里 我女儿有七八套房子 她有七八套房子 她的经济 很不错 经济实力雄厚 如果她去我女儿那里 我就选择到家里 让她选 她先走 她到女儿那里去 我就到家里 那个工程去 经济上会有什么牵扯吗 经济上她知道我没有钱了 这个钱基本上她拉走了 她怎么做 我两个人分开以后 她怎么做 我不会去干涉她 而密室里 针对分开之后怎么过 朱女士提出了她的几点要求 让她去过 各自去过上 当然了 你买你的吃 买你的穿 如果用我 你的衣服用我洗 饭用我做了 又不满意 我那个不值得 不带到家里来 就不怪我的事 那么密室调解之后 他们又能否真正做到 撒多的放手 以全新的姿态和身份 更好地相处呢 我们回现场看看 密室结束 回到厂畅 我们还是先听一下 两位当事人 李先生和朱女士 各自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话 大家的决定是什么 在一起这样打打闹了几十年了 自己都感觉的不好意思 就说到外面去 在家里闹的时候 有的时候自己也是 很多地方我自己也看不下去 有的时候会发脾气 那动手打了你 那个时候是我做的 是有点不对的 但是我们以后 我还是由于自己选择 你到你儿那里去 我就到家里 如果你去家里 我就到女儿那里去 都各自过好自己 以后每一天的时候 互不干涉 我实在是跟你像 以前那样 啥得闹得再过下去的话 确实没办法再过下去 好吗 好 我以前过的日子 那是过了很苦的日子 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像这样 你不干涉我 我不干涉你 什么事都没有 都过好日子 来吧 以后相互照顾有什么 谁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能相互的照顾 其他的别的我也不说了 照顾的事 这个不要谈了 你不会照顾的 你有到新冠 还有会照顾我吗 看行动好不好 当一家人嘛 这种照顾 就应该有 不管哪一方面 看行动吧 调节结束了 经过老师们共同的努力 两人都决定放下过往 开启新的生活模式 虽然对未来 朱女士还有些许担忧 但离开演播室之后 李先生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态度 好让朱女士安心 面对李先生的安抚 朱女士随即也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希望她过得好 把日子 把以前的 就现在的日子 比以前还过得更好 过去的 全部扔掉了 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可以了 希望回去之后 他们都能把日子过得更好 其实 一段关系出现了问题 相比于痛苦的纠缠在一起 及时止损 才是更好的选择 久处之夜莫不如初相见 有时候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 退一步也有退一步的心境 只有阔别过往 才能享受更美好的人生 字幕 escrito 李先生